看见刀狼新歌满是内涵 才发现文化人骂人真的不带脏子 刀狼的新专辑一发布就空降热搜 尤其是其中的罗刹海是直接让他大杀四方 因为唱着歌就把人骂 而刀狼也狠狠地替自己出了多年来忍受的气 好家伙刀狼这是用一首歌就将娱乐圈的牛鬼蛇神都嘲讽了个遍 歌曲中的未曾转定 内涵的简直不要太明显 这不就是好声音导师选人缓解吗 不过好声音导师这么多 刀狼为了防止他人受到伤害 专门做了详细描述 其中的那用鸟翼秋和 半扇门和三孔鼻 即便没有点名道姓 网友们也能猜出来对应的是哪四位人物 那应杨坤 王峰高晓松一个都跑不了 毕竟当初原本该在乐坛大展身手的刀狼 因这几人胡言乱语的打压 最后只能退出 2010年在评选十大影响力歌手时 那应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给刀狼一个名额 用一句不具审美观点就否定了他 还内涵只有农民才会听刀狼的歌 杨坤更是酸溜溜地评价刀狼不适合做歌手 反而更适合到幕后工作 对 我可能我觉得刀狼的个性 刀狼的个性 其实他如果站在台上唱歌的话 可能他自己 我自己觉得他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他就很喜欢在幕后 王峰更是直言刀狼的歌是华语乐坛的悲哀 高晓也不留情地表示 如果有人给他寄刀狼的唱片 他会扔进垃圾桶里 总之这几人根本容不得刀狼在华语乐坛立足 要知道当年刀狼的专辑销量 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正版买了270万张 盗版销量保守得有一千万张 而这四个人加起来都没刀狼一个人的多 足以证明到刀狼的歌有多受人欢迎 那刀狼的歌火到什么程度呢 赵本山把他的歌用到春晚 瑞典歌后索菲亚 把刀狼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改为英文版 就连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也在年会上 激动地唱了一首西海情歌 不得不让人怀疑这几个人是怕刀狼的出现抑制他们的发展 不过就算刀狼不在乐坛观众们依旧记得他 如今罗刹海事已发布就引起热潮 甚至还有网友为刀狼打抱不平 纷纷跑到奈鹰和杨坤的评论区深渊 明明他们的粉丝没那么多 评论量却翻了好几倍 只能说还是人家刀狼具备绝对的音乐实力 汪峰为什么只能靠鱼圈的刮冲上热搜 而刀狼却能平时打实的针短时尚热搜 小沈阳为什么会唱我的歌呢 是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 大家都很懂我老百姓 我能把老百姓的味道唱出来 2010年还是农民工的旭日阳刚 翻唱了汪峰的春天礼 没想到用这一首歌就是实现了爆红 可两人还没正式稳定下来 汪峰就用一纸律师函结束了他们的歌唱生涯 警告旭日阳刚不许再唱自己的歌 可同样是唱自己的歌 刀狼比汪峰墙上不止100倍 2012年小沈阳带着媳妇沈春阳在舞台上 演唱了刀狼的爱是你我 两人在台上配合默契 一曲唱罢在网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两人又再次火了一把 刀狼得知后并没有用律师函相见 反而还不计较小沈阳唱自己的歌 也不觉得自己的风头被人抢了 甚至还感谢小沈阳两人 让自己的歌被更多人听到 这个歌呢我们发了之后呢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 没太红 没有太好对 是后来这个小沈阳和沈春阳他们两个夫妇 有一年春晚的时候这个唱的这首歌 所以说呢是就这样一个切记 他又起来了这个歌 其实说到底小沈阳始终是要感谢刀狼的 当初春晚上他的一夜爆红 离不开刀狼的帮助 2009年春晚上 小沈阳用一句歌词唱红了自己 刀狼看到小沈阳的唱功后 心里万分高兴 十分稀才的刀狼建议小沈阳去唱歌 好好展现自己的音乐才能 我之前有没有说过 我说其实演小婷很可惜的 他真的应该是去唱歌 可以说在唱歌这条路上 刀狼真的帮助了小沈阳很多 之后小沈阳还为多部影视剧演唱 2009年张艺谋也邀请小沈阳 来唱自己作品的主题曲 当小沈阳在舞台上演唱时 所有人都为他的高音而惊呼 此后只要是小沈阳的作品 他都会在其中加入刀狼的歌曲 其中的情人又再次让小沈阳火出了圈 其实小沈阳也非常懂得感恩 也帮了刀狼很多 2010年刀狼被内雨打压 本以为就这样消沉下去了 没想到小沈阳带着妻子 将一首爱是你我乍翻了舞台 这让沉寂的刀狼再次活跃在乐坛 而且小沈阳还在自己的歌曲中 感谢了刀狼 在刀狼开演唱会时 小沈阳特意选了一首《我的好兄弟》 这正是小沈阳对刀狼说的心里话 两人正是因为彼此交换真心 所以他们才能成为好兄弟 看到涂地云朵在舞台上 饱含热泪地说出真心话 刀狼第一次在舞台上流泪 之后我非常感恩老师 当年刀狼被抵制退圈时 爱图云朵一直是他坚强的后盾 多次在公众场合力挺师傅刀狼 2010年刀狼凭借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打破销售记录 要知道他的正版专辑 卖了270张 盗版就更不用说了 直接达到1000万张 当时被称为天王的周杰伦 专辑也才卖到260万张 可就是这样大的影响力 那音用音乐不惧审美 就否定了刀狼所有的努力 但当时的内音怎么也没想到 六年后云朵狠狠地为师傅刀狼出了口了气 2006年云朵登上有内音在的节目去剃馆 用刀狼的一首爱是你我 杀入比赛的八强 到了决赛又用一首我的楼兰一曲风神 在刀狼的教导下 云朵除了在不同节目上参加演出 还连续参加了四次春晚 当初踢馆时 云朵专门挑耐音不擅长的高音歌曲 他用天籁般的嗓音为师傅狠狠报了仇 如今刀狼用一首新歌内含了几人的虚伪 这让他们之间的恩怨也再次浮出水面 所有人都在为刀狼鸣不平 纷纷跑到内音和杨坤的评论区吐槽 直接让评论量远远超过他们的粉丝和点赞量 看到这么多粉丝支持刀狼 就知道他当年有多委屈了 新歌发布后 由于刀狼没有社交账号 粉丝们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 纷纷跑去关注云朵的社交账号 评论都是清一色的支持刀狼 相反内音的社交账号彻底温献 删不完根本删不完 只能说云朵终究没有辜负 这么多年刀狼对他的培养 对云朵来说 自己在刀狼身边学习了唱歌技巧 唯一能回报的 只有狠狠惩罚那些心眼小歌举小的人 如今无论从口碑还是作品 刀狼都远远甩那音一大截 看来只要是纯粹打动人心的音乐 哪怕歌手不活跃在荧幕前 不做任何宣传 他的歌曲始终都能被观众认可 看到他们如今的现状 只能说刀狼从始至终都是赢家